擅长利用锅具特性来做料理的蔡惠玲 出了一本土解露营料理的书哦 教我们即使是在户外啊 也可以做出好味道呢 营养满分的姿米包包饭 搭配香浓可口的毛豆浓糖 让露营啊不再是只有吃泡面这样一成不变 而是一种身心灵都能够疗愈的美食饗宴呢 仙德新出派健康跟我来 请问你有去露营吗 露营哦 不是露营哦 露营哦 露营要做料理吗 那要怎么做料理呢 就要请教我们今天的这个锅具专家 蔡惠玲 惠玲你好 爱真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风露营 其实在国外已经是很风了 很风 日韩超级风 对 全球都在风 都在风 然后呢 露营跟我们以前 我小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就想说 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吃干粮 吃干粮 最了不起的就是能够用那个 就是一较野炊啊 对 剪那个树枝有没有 带点碳啊 然后生过火 能够煮锅泡面配罐头已经是豪华了 因为那时候火要升起来就非常难了 灰头土脸 有人专门就做这种事情 那所以说因为以前都经历那样的露营 就现在讲说露营好累喔 可是呢又看到很多的 甚至于有节目专门都在介绍露营的料理 是 现在露营越来越好玩 所以今天要来做露营料理 没错 而且我们露营料理 真的可以吃得像五星级一样澎湃 所以还穿梳了耶 是 厉害吧 叫做露营必备料理书 真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个市场 因为很多人都有喜欢这样子玩 而且台湾的营地也非常多 现在都有到六星级的营地 然后睡得也好 然后你洗澡各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我们现在也要很风行的就是野餐 没错 所以今天呢 从露营料理也可以延伸到 可以到外面去野餐料理 野餐 对 都很方便 好好玩喔 那我们现在呢 要请露营帮我们介绍 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有两个是适合的 两道菜 对 而且我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料理 就是一个八宝饭 好 八宝饭 对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毛豆浓汤 好 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个紫米八宝粥 八宝饭 对 然后再配上这个毛豆浓汤 毛豆浓汤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紫米八宝饭 材料有 葡萄籽油一匙 黑麻油一匙 紫若米两杯 红萝卜一条 栗子十二颗 豆干四片 初朵香菇五朵 毛豆一百克 姜二分之一根 调味料有 盐一匙 白胡椒粉 适量 冰糖一匙 酱油三大匙 油膏一大匙 毛豆浓汤 材料有 毛豆仁200克 鲜奶800ml 棉藝粉两匙 起司丝一碗 吐司面包两片 新鲜螺乐液适量 调味料有 奶油十克海盐适量 黑胡椒粒适量 好 那首先露营的料理 露营煮饭很难 因为没有电 对 然后也没有几杯米几杯水 所以我们就 全靠本事了 是 全靠本事了 所以一般如果说 你有一个好一点的锅子 那就很容易 好像要带一个锅 对 那我最喜欢露营的话 我最喜欢带的就是压力锅 你自己爱露营 对 而且现在露营就是 家里如果有小朋友 带着小朋友出去 有空间可以跑 他们叫做 是 比订饭店什么好太多 对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 小孩子可以拉过来 一起做料理 好 对 就感受在野外做料理的 对 而且家里有时候 空间真的太小 然后小孩子小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带他去哪里 到露营的时候 跑跳都方便 好 就像野餐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 好 然后就你在一个这样的锅 这样的一锅 那我这个锅我现在要来煮饭 好 那煮饭的话 我今天煮准备的是紫米饭 紫米 对 那紫米一般很难煮 那只要洗干净就好 也不用去泡水 是 那一杯米就一杯水 那两杯米就两杯水 那两杯米就两杯水 所以我们现在来量两杯水 用什么样的杯子量米 就用什么样的杯子量水 对 就这样两杯放进来 因为这些小朋友会很喜欢 是 我现在在书上看到这个是叫炖菜 南炸节瓜炖菜 那真是除了这个锅可爱 旁边还有很多小道具 对 小道具 就是小孩子看着好喜欢 它等于说是把自己拌嘎嘎酒的东西 把它变成真实化 对 所以他们很愿意参业 是 好 这一点很重要 好 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像我一个锅子这样 大概是中型的压力锅 好 那米饭放进去之后 就是记得大概要摇一摇 稍微摇一摇 对 让那个米饭有淹到水就可以了 好 那我来盖房子了 好 因为它有一点空间 好 所以我利用这样的空间 比较节能减碳 好 我就是这个房子盖上去之后 是 比如说我要煮一个毛豆汤 我去把毛豆放进来 直接蒸了 对 好 那比如说我这道八宝饭 我要有一个栗子 我就把这个栗子也放进来 直接蒸了 所以做料理的同时 你还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去玩团康游戏 没错 那这样子就一起煮就好 那记得因为我们用压力锅 虽然时间非常快 所以我甚至连栗子我也不用泡水了 好 那就放进来就可以继续蒸 好 那我红萝卜呢 我先削个皮 好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吃到的 这个材料都是很新鲜的 这个很好玩 对 我真的是 我大概 离我最后一次露营到现在 算起来 40年前 40年 起码40年前 起码40年 对 也许超过40年 对 所以在那个40多年前露营的记忆 跟现在应该是差很多 对 已经都不一样了 对 好 然后这个真的是改天也要去见识一下 现在露营的感觉 真的 现在露营真的很好玩 好 但是呢 当然露营很重要的很奇怪 就是要吃 对 一定要啊 那我这边就不用放水了 我蒸这些蔬菜不要放水 对 因为我这样子的蔬菜才会好吃 好 然后盖锅盖就好了 那我其实这一锅最难煮的 应该是栗子 那我大概就抓栗子的时间 以栗子为主 那栗子大概三分钟 这个 这边还有这是什么呀 我现在要先来烤面包 可以烤面包 对 所以像一般我们就是教各位 就是出去没有烤箱 对 那你真的早餐要烤面包怎么办 对 好 露营要吃三餐 对 也许三餐 三餐也许晚上那个办派对的时候 还有宵夜 所以你刚刚只想到一餐对不对 对 你看 多久没了 那我们只要把一个锅子加热就好 这一个是比较小的 对 这个比较小 你要大的 小的都可以 现在用这个 对 那我就把这个锅子 像我要烤面包 我就面包放进来就好 直接 对 这样就可以当烤箱 那这个锅子现在两条线了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了 对 太漆了 因为它 它现在上来 对 现在上来 我们看到那个上面有两条线 意思 两条线 刚刚那个黑豆子是在靠底 对 它慢慢就一直上来 两条线 两条线 那我如果不理它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在叫了 就是表示你要关火了 这个声音死 对 对 它就表示 那你看它有没有压力 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完全不用担心 你看我这么近 跟古时候的 完全不一样 我这么近这样子 跟古时候的 对 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闻到那个米饭香 有 香很香 我闻到的是米饭的香气 真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把它关火 对 关火 它就是 这个快锅它就是自动告诉你 它有声音就表示说 它 它你可以熄火了 关小火了这样子 而且因为在露营野餐 有时候风大 对 那因为靠这个火 如果说你没有这块节能板 让它蓄热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饭都煮不熟 没错 我们以前露营最困难就是 饭都煮不熟 要不然就是炒灰搭 好 现在就是靠它 用它的余温 很烫喔 对 余温 继续 对 那我们大概计时三分钟 好 那有一个计时器可以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在煮别的料理 然后你就会忘记 搞不好就完了 对 就忘记了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烤面包 小火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火 那我们这边就来准备 我们下一道食材 比如说豆干我们要先切的 我们是要先切 因为我们等一下准备下一道 八宝饭要做的料理 那这个香菇是要做什么 切吗 我直接用拉一拉就好 拉一拉 对 很高人想说拉一拉 拉一拉 对 拉拉 对 会帮我们拉 好 对 好 就是说 说这些 这些其实给它全部装起来 也不会就在那个带枕里而已 对 对 所以拎起来还算好 我有时候在想说 天哪 那你不是要开一部很大的车吗 然后要装那么多的车 其实还好 还好 甚至于如果有的话 对 有的绑在摩托车后面也可以 对 然后这个 好 这个就用拉一拉的 对 拉一拉就好 好 这个是很好玩 其实你这一本书 有针对不同的节 来帮他们设计不同的餐饮 对 甚至比如说 父亲节 也有 对 父亲节我也会建议 就是以前都是老爸会帮我们计划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花一点心思 然后帮爸爸密谋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带老爸出去 那也很好玩 其实 改变一下 不要到餐厅去订餐 是 你可以带着爸爸或妈妈 对 其实爸爸或妈妈 其实他们爱的就是 家人的团续 对 然后孙子都回来 那种情绪也非常好 也是 对 好 先改变一下这个方式 只要这个料理是这么简单操作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好 我等一下 要做那个浓汤 好 那我面包烤好之后 就先放在旁边 是 那我要先来煎我的豆干 还可以当煎锅来使用 好 然后我的姜先切一下 所以现在汤也可以这样做起来 是 对 那我汤因为我要等上面我的毛豆 毛豆熟 是 毛豆熟才可以对不对 对 浓汤嘛 好 好 然后现在是先要炒这个 对 我要先把我的豆干 好像在炒那个八宝酱一样 对 我现在就是把八宝酱先做起来 然后 真的喔 对 做好之后 我的饭进来拌上去就好 对 我就八宝酱 那你看这个锅 你带一个锅 你就不用带炒锅出门 对 它 它可以炒 它可以炒 它可以烤 可以炒 可以煮汤 对 就可以颠覆我们传统说 难道你要煮个饭 难道要带电锅吗 对啊 不是 因为以前我们如果直接用锅煮 那个跟你讲那个 真的是就是说烤成锅吧 是 不然还有的是米是生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带出去就好了 也可以 早上也可以煮个粥 那我可以炒个菜 煎个东西都可以 然后呢 它可以做 什么连苹果派什么都可以做 对 苹果派 根本就是在家里头就要用 在家里吃的东西 苹果派其实就是焦糖 把苹果先熬好 对 然后这还有菜脯能 菜脯能 菜脯能就是 用你这个锅就可以做菜脯能 是 就可以做菜脯能 对啊 这个让小朋友学会 让爸爸也学会 对 然后呢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露营了嘛 对 不要让妈妈还在那边做料理 没错 把这个八宝酱把它炒进来 对 我现在先炒起来 那这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对 你现在压下去 刚刚压下去 死那个气很强 这个已经 它自己掉下去了 对 那你没有掉下去 你打不开 它一定要掉下去 你才打得开 这样子喔 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 开锅盖就可以了 它的那个压力还在里面的时候 你是开不了的 对 开不了的 那你看 我全部都煮好了 也都熟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把它先盛出来 好 我再拿一个盘子给你 好吗 好 就把它整个要夹出来 对 我要先盛出来 好 那这个等一下我要切丁也可以 好 好 那我的 栗子直接就丢下去炒了 栗子就直接进来了 好 一点毛豆 我们通常在家是用果汁机把它打碎 因为我们出门可能没有办法打碎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是直接用 这个拉一拉就可以 有点烫对不对 对 很烫 所以要小心喔 好 这边这个就这样炒 是 我的饭也好了 你看 好香喔 对 真的饭好了 那现在锅盖不用盖没关系 不用 我等一下就要把它拌进去了 那我这边就是把它先拉一下 这么强喔 对 那我不要它太碎 我就大概拉三下就好 要有颗粒 对 那你如果像这个 你觉得还太粗的话 你就再拉两下 这样就好了 这现在是热的 热的没关系喔 没关系 它耐热 对 它是耐热的 要选购耐热的 对 那我这边呢 我酱料拌好之后 我就可以把饭汇进来 那我不要让我的红萝卜 太多的酱色 所以我就不要进去拌酱油 对 因为这样它就不漂亮 红萝卜的颜色不漂亮 然后我这边就放我的 酱油 这个时候才放 红萝卜 红萝卜到最后 到最后 要保持它的漂亮 对 这个甜味料都很好 对 然后一点冰糖 对 然后一点白胡椒粉 真的好香喔 很香喔 真的很难想像露营可以这样吃 对 好 好 好 那我就让它这个酱汁呢 稍微煮到有点浓稠度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时间也不浪费 对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毛豆 煮起来就可以了 毛豆 现在这个毛豆也要把它那个 对 把它煮出来 也是要把它 对 要拉拉拉 对 好 要用这个刮刀来刮掉 对 太好笑了 对 那教各位怎么去清洗这个 一拉转 很多不知道怎么清洗 对不对 用水冲 对 用水冲 然后拿到水龙头吗 不用 来 给我一点点水 不是 对 拿到水龙头 来 这样子 在家里 可是在外面 在外面就这样洗 就这样洗 拉拉 对 这样就可以洗干净了 它粘在旁边的就清洗掉了 对 那这样就清洗掉了 好 那你再多冲一次 如果你露营的话 是 不是很方便 不方便 但有些营区就是 有那个什么水龙头的 没错 像我们以前露营都要找河边 小溪边 对 然后就会拎一个水桶 对 把所有要洗的东西 拎到那个溪边去洗 好 我为什么不喜欢露营 因为我觉得以前 去露营 不方便 光是要洗这些东西 要去做料理 然后真的累得人羊吗 你看 对 然后我说那我不如在家做 真的 对不对 现在当然会不一样了 会让你会变得更增加乐趣 对 好 那我现在大概酱汁呢 大概让它入味了之后 我就可以熄火 那我这个饭就可以拌进来了 这个毛豆丝可以拉了吗 毛豆可以拉了 拉 来 对 要拉得很碎吗 拉碎一点 好 因为我要做浓汤 那一般 就像爱珍姐讲的 好 我们如果在家就要用那个果汁鸡 果汁鸡 那你出去真的很方便 哪来在店 是 所以我们就带一台这样子的 一拉转出门就可以了 好 那我现在就把我的红萝卜拌进来了 好 那我这一锅就好了 我就先把它放到外锅 保温 重点就在这里要保温 对 就可以保温 好 盖起来它可以继续保温 然后我这边煮汤的话 来煮一个毛豆汤 奶油进来之后 我要把毛豆稍微炒香一下 对 它要有那个 香气 对 所以把它炒香 那现在我可以加水进去把它 我要加牛奶 是用加牛奶的 对 加牛奶 好 这里用鲜奶 还要打什么吗 还要拉什么吗 不用了 不用 好 这个部分让它煮 我水加一点之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勾芡 我这个是 蓮藕粉 蓮藕粉 然后 对 用它来勾芡 对 勾芡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 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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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之后 才把起司放下去 对 就是让它起司融化在汤里面 对 好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做 对 然后 然后 我好想吃那个纸米 而且 你看我们这样子也不会黏锅 它不黏 对 而且时间非常的短 是因为这个锅不黏锅是吗 对 而且不用泡水 不用泡水 通常煮这个还需要什么在家煮 还是什么要泡水 对 不用 不用 好 现在就是说方便速度快 是我们这个 一般在家里面本来就需要这样子 对 对 节能减碳 那更不要说是出去露营或野餐 那更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做料理 对 但是又要好吃 没错 好 起司融化 起司融化就好了 就可以吃了吗 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吃了 紫米八宝饭 做法是红萝卜 去皮 切块与栗子 紫若米蒸熟 豆干切丁 香菇 红萝卜 放入一拉转搅碎 将切末 起油锅 放入豆干 姜 香菇拌炒 陆续加入毛豆 栗子拌炒 放入盐 酱油 油膏 冰糖 白胡椒粉调味 将煮好的紫米饭盛到锅中 充分的拌上酱色 再放入红萝卜就可以了 毛豆浓汤 做法是吐司放入锅中烤热 毛豆先蒸熟之后 用一拉转 拉成小颗粒 奶油放入锅中 再将毛豆入锅拌炒之后 加入鲜奶煮沸 莲藕粉 鱼水调匀之后 入锅当成勾芡 加入海盐 起司丝拌匀就可以了 真的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餐点 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是坐在这个餐桌上用餐 如果到外面去露营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这样呈现 对 那其实这样子的营养成分也都够 膳食纤维也够 然后又好吃 当然 不用吃泡面了吧 不用 不用 不用泡面配罐头 好 那这个到底味道如何 我们就要来吃一下 而且是在这么快速的时间 尤其是栗子 对 栗子最难熟 对 它也有脆口感 对 如果说你要再吃软一点 就是再多让它一分钟 不可思议的好吃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这个毛豆汤 就这样子给它轻轻地打一打 就可以煮来吃 而且这个毛豆 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栗子放在一起 一起去蒸 它还有那个味道在啊 对 对 你就不用吃罐头的 那以往我们都要吃罐头汤 对 那你出去 可以吃这样这么新鲜的汤 然后就很温暖 好 刚刚我们就在讲说 它重点是它还可以保温 对 对 好 那真的是要出去玩 那确实是要一个很适合的 这样的谈局 对 好 那至于这个料理要怎么做 不好意思啊 你们自己参考啊 露营必备料理书 让你露营玩的是又尽兴 又好玩 对 又好吃 对 好 谢谢慧迪 谢谢你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要把它吃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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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